大家好,我是鱼妈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种别线起针法 这种别线起针法,起完针以后呢 它是不用巧针的,直接就可以织的 下面我给大家具体演示一下 我们用钩针和棒针或者是环形针来完成 我们首先呢,要套一个活套 把它挂在钩针的上方 接下来把钩针搭在棒针上 我们这样把线呢,从后向前这样绕过来 勾一针,接下来呢,还是这样 前期热了,我手出汗 这个线呢,有点色,不好勾 就这样,一针的一针的勾过来 你们需要多少针呢,就这样呢 在棒针上面呢,勾几个线圈 假设我们线圈已经勾够了 接下来我们就这样再勾几个锁针 把线断掉,这边呢,就作为一个记号 我们拆的时候呢,就从这边拆 我这里演示就不断线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换成主线来织 假设这个红颜色它是主线 我们这样一针一针的织过去 假设现在的长度已经织够了 我们要织另一侧的话呢 我们就从下面这儿挑针 挑起每一个横线 就是红的,红色的横线 从这儿挑针每一个红色的横线呢 我们把它挑起来 等完了以后呢,我们从这边呢 把它拆掉就行了 这个方法我分享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想看更多的视频 请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